2016世界盃室内拔鹤錦标赛 景美女中和台师大联队 拿下女子540公斤组公开赛冠军 越南投高中和台体大 北市大分组两支联军 即是包办了男子600公斤组的 共开赛冠牙军 齐心一致 景美斯大联队要力拼世界盃室内拔鹤 540公斤组公开赛冠军 但是对手西班牙巴赫斯队 首局就弯强抵抗 双方都因为大家紧张 竟然就是轮流犯规 不和队的学会一结束联集 就快点透过网络实况 隔海替学者加油 直到确定2比0 夺勝才松了一口气 景美斯大联队拿到540公斤组的公开赛冠军 这个也是他们这一队从2010年以来 四届比赛拿到的第三面金牌 尤其上场的9名队员 景美斯大联队是佔了6人 首次国际赛表现两眼 而南投高中和台体大 北市大分组的两支联队 曾经因为经费不足 差点是无法指出国的 后来5月天这些艺人呼吁募款 顺利送他们出国比赛 两队也都跌倒 男子600公斤组冠牙军 接着陆来他们还要再拼 水准更高的錦标赛 为台湾增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